Hello,大家好,我是阿韵 在家里也待了好几个月时间了 今天我准备出发去上海 我还是和上一次一样 骑电动车回上海 因为途中要充电 要休息 然后可能要三到四天的时间 才可以到达上海 我查了这几天的天气预报 最近这几天都是天晴的天气 阳光美媚 然后现在又是春天 更适合骑行 路上的景色肯定很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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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韵 我现在已到达五虎了 电动车在这充电 像这种这个 就可以充电的 这个可以扫码 然后还可以投币的 投币了扫码了 这几下这个插座就有电 然后就可以充电了 我刚才扫码少不起来 所以只好投了一个硬币 然后一个硬币 可以充180分钟 就是三个小时 还是非常划算的 像出门 电动车旅行的话 这只是一种充电的方式 你比如说 这种在路边上小电充电 也可以,在那个电动车 维修店也可以 还有那种新能源 那种转接头充电 都可以的 今天的天气还是挺暖和的 我刚才就是衣服穿多了 有点热 而且骑了一段时间 也要休息一下 毕竟骑慢一点没关系 安全第一 我打算给这个电动车在这儿充个两个小时电 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了 今天晚上 会到达这个南京的高层区 就是正常情况下 今天晚上应该是在那个 南京的高层区 住上一半 就在这个小店买一瓶矿泉水喝一下 老板买一瓶矿泉水啊 好 多少钱 一块钱 一块钱 继续出发 天气 大大 小店 我已经有点热 地狂 有点热 我现在就在排阂水 可能会有点热 有点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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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阿韵 我现在已经到了南京的高层区了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六点半了 然后我需要找一个女馆 然后再找个快餐店吃个晚餐吧 我们现在去找一下 在网上找了一个宾馆 然后就是晚上就在这里住 这个是宾馆的这个大清 看起来还蛮不错的 我们现在带大家去那个房间里面看一下 带大家看一下我今天晚上住的宾馆 一进来给我感觉这个房间还是挺干净的 卫生做得还不错 然后这边一个桌子 桌子上面有一个台灯 可以给你看看书啊什么的 可以放一点杂物啊 这边有个电视机 那边是个空调 关键这边有两个大窗户 应该可以打开透气的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双人床 那边是电话机 床边上还有镜子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衣橱 可以放一些自己的衣服 这里面临时放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镜子 镜子也可以放一些什么其他的小东西吧 放在上面 这边一个水壶 然后这边就是这个卫生间了 卫生间这边一个镜子 然后这边一个水池 刷牙洗脸的地方 然后这边是那个抽水马桶 里面就是那个淋浴间了 这个房间是我在网上找的 花了84块钱 房间挺干净的 然后该有的都有 唯一的缺点就是 我认为啊 就是灯光不太亮 我喜欢就是房间里面灯光比较亮的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认为的 我感觉就是太暗了 其他的都挺好的 刚才找了好久 这附近都是烧烤呀 什么火锅之类的 我也不想吃 终于现在找到了一家投胎馆 这个是什么 小炒肉 这个小炒肉 这是小炒肉啊 嗯 炒小炒肉吧 上菜了 看起来还不错 还挺有食欲的 刚好也饿了 这个就是今晚的晚餐了 开吃 现在我吃第二个饭了 然后他这边小炒肉 跟我们印象中不一样 他这边有这个豆干 洋葱 红辣椒 青椒 然后 还有肉丝吧 香菇 就在我们印象中 这个小炒肉里面 就是像湖南那种 湖南的小炒肉啊 那种尖椒 尖椒炒五花肉那个 可能他这边 这个就是叫小炒肉吧 每个地方的 叫法或者不一样 对吧 这么叫 入香水熟 大家好 我是阿韵 现在我已经回到宾馆里了啊 刚才洗了个澡 现在舒服多了啊 今天天气还是挺暖和的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对我的关心啊 为你们点赞 明天我继续前往这个丽阳市 宜信市 然后是无锡市方向 全程大概一百多公里吧 所以我这边也要早点休息了啊 最后交给大家一个问题啊 就是今天晚上我点的那个小炒肉是多少钱一份啊 简单的透露一下 米饭是两块钱 然后是随便吃的那种 请问那个小炒肉是多少钱一份 不知道有谁能猜得出来 欢迎大家的这个评论区留言给我啊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